为了让小朋友更深入了解传统市长 花莲市公所特别和民里国角合作 带领同学们走访复兴市场进行观察 以不同的角度体验市长的全面貌 而在28号上午 小朋友也化身成为小小导览员 展览学习成果 而市长对于小朋友的表现都竖起大拇指 也期许孩子们能够好好保存菜市场的文化与在地记忆 并且带了家人一起逛市场 胡络市场摊商 这家店已经有57年的悠久历史 从没有看市场上就已经有在卖 小朋友拿起麦克风 站在人群面前担任起小小导览员 这是花莲市公所举办的 游市妈系列活动 这次和民里国角合作 带领小朋友走访复兴市场 进行一系列课程观察 记录深入探索及了解市场 之前都不知道市场里有那么多的摊贩 然后因为这次的活动 所以让我更了解综合市场里的悠久历史 跟它的位置 还有一些食物 觉得这次的活动非常的有趣 希望下次可以再举办更多的活动 让大家了解综合市场 那城市游乐园跟理校共学基地 一直是学校要推展的一个教育目标 那我们一直希望小朋友能够走书课室外的学习 那刚好综合市场这里 紧邻我们学校 那市公所这里也提供很多的协助 还有我们民生里的里长 所以这一次就办了一系列的活动 我们带着孩子进入市场 让滩区来为我们做一日的讲师 然后一起来学习这个在地的人文历史 那最后成为小小导览人 看到小朋友们的学习成果 市长魏嘉贤除了一一颁发解阅证书 也对小朋友的表现都竖起大拇指 希望小朋友可以爱上传统市场 那我相信父亲市场是可以是睡久远的一个市场 那它也是非常有历史的一个市场 里面的摊商都有一段故事 那我们可以看到刚刚孩子们的精辟的一个导览 那可以让孩子们不只是了解到市场 是买东西的地方 也有它在这个城市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文化 那我们也鼓励孩子们 未来有机会可以多做一些有趣的专题 那介绍我们花莲的市场 给更多的朋友认识 在此要谢谢我们明里国小 还有我们所有的孩子们跟老师 还有我们社区发展协会的黄碧云李市长 大力的在推动相关的活动 未来花莲市公所也会全力的在推动市场的文化 让大家重新走回传统市场 花莲市公所今年举办的油市妈系列活动 从8月份开始 从不同的面向带领大家走进传统市场 认识传统市场 包括了有菜市场导览 艺术共创工作坊 菜市展览等 希望借由系列活动把生活知识 结合在地生活场所 让传统市场的文化和职人精神 可以不断地传承下去 我们在步行市场 学习立群 华莲市报道